會做借問站 其實還是跟我以前做旅遊也有關 因為做旅遊不免除就是觀光嘛 那我們有時候帶客人出去 在以前還沒有借問站的時候 你勢必就只有那種旅遊服務中心 或是旅客服務中心 我第一次看到借問站 其實是在屏東的那個一間麵包店 然後我就有去問他們的店員 我回來我就跟我太太講 我說我也想成為借問站 我希望柳蘭軒的借問站 是跟我們的名字阿公的精神一樣 是有溫度的 我們對於東港的在地文化傳承也很投入 那我們借問站我覺得也應該傳承 希望他是可以結合在地觀光的借問站 他們問當港有什麼好價 特色小吃就有東港肉粿 雙高潤東港第四寶 比如說像七角頭的走訪 延平街 東港最老的老街 延平街 每一個桌子 我們特地為了借問站 去買了卷軸 然後特地請廠商幫我們雷雕 把借問站 柳蘭軒可以提供的相關的服務都在裡面 包含提供冷熱水飲啊 然後Wi-Fi免費Wi-Fi 然後每一張桌子都可以充電 女生的廁所有提供免費的保潔電 二樓也有一個預運室 我就成為家福中心的兒童保護站 那我們自己柳蘭軒也有做那個愛心待用餐 所以我希望柳蘭軒是一個有愛有善的借問站 我們是柳蘭軒借問站 歡迎來借問 歡迎來借問